好,今天趁著人民大道中一周年 未開播之前,一向都是未開播之前開的會,你就決定給大家看 我們有特別嘉賓,健吳 今天你上來我們有一些日文啤牌 因為我買了很久了,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要靠你 這個已經出了好幾年了,如果我沒有記錯,它是日本製 而且只能在日本賣 如果要在香港買的話,就在水貨店或隔壁店才有 我是在日本買的 所以這個應該只是日本內才能發售的一個多啦A夢的副產品 其實我整副牌,除了這裡寫著東西給大雄之外 還有這個是多啦A夢,我不太懂得解釋 你可否解釋這個迷賢吉利古魯是什麼意思 托拉布即是砌牌 那迷賢… 誰是托拉布 托拉布即是這個好像博字一樣開頭 哦,那我以後知道了 這個是托拉布即是砌牌 然後這個我兩副都有買的 是嗎? 是,因為這個就是把多啦A夢裡面 他們經常說的一些對白 即是說是很代表大雄的對白 以及很代表紀安的對白 都放進了這個砌牌裡面 托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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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B 哦,T-R-U-M-B 托拉布 即是迷失的時候 即是如果你要用廣東話的 即是托拉布 那時候是嗎? 那這個呢? 摩托,猛言 即是一些豪情狀語 但是迷言 同時如果用日文去說 都是名言的發音 即是名氣的名 所以托拉布 這個是玩食字的 即是他告訴你 托拉布就說大雄有什麼名句 有什麼金句 但是他用迷失的迷 就是因為他每次有煩惱的時候 才會說這些對白 他這對白說是睡覺的哲學 那種意思 睡覺的… 是的 關於睡覺去說的 就是一些 Normbilly 即是一些很悠閒的哲學 真是好 不過我叫你翻譯 我想我們錄兩個小時就翻譯不完 最好我都看葵善煙是開心的 因為葵善煙是最說得最多的 就是托拉布 有什麼事就叫多拉蒙呢 那葵善煙是用得最多的 有一個我很記得的 你有這副牌也不同 我有這副牌 這個是有一個 我們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你選擇的時候 我們看到它的紅心不是用紅色的 它是用橙色的 還有它是框了邊的 有些大紅閃閃的樣子 還有它的底色是黃色的 其他葵善煙和煤花 就用回典型漫畫的黑白色 會不會在這邊呢 我挺喜歡 Joker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Joker 我很喜歡 這隻Joker是扔回這隻 這隻手一定是紀安 但這個Joker 它是在說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看到多拉蒙3D的時候 就有一節 Stand by me 對 Stand by me 裡面 就說他去了未來世界 看看他會不會和靜香結婚 這句話就是 他們用了隱形斗篷 隱形斗篷了自己之後 然後就在靜香的爸爸說 為什麼他要嫁大紅呢 大紅有什麼好呢 就說這個年輕人 是會希望別人的幸福 會對別人的不幸 覺得不開心 所以這個 心地好 這個令人的心地這麼好 就是他這個人生 就是這個人 做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好 另外有兩隻Joker 這個就是大紅老了之後 還是中招 另外我想問一下紀安 我們都未見過紀安 他好像明星一樣簽名 這個他經常出現的 他覺得自己有一天會做歌星 所以練習自己簽名 這個顏色跟黃色有點不同 就是橙色 跟著這個盒的顏色 經常出現的應該就是葵仙衣這一句 又是嗎 來 給大家看看 如果我要得到的東西 就是用我的方法去得到 這個就是他經常都說的 還有他有一句 我記得是說 你的東西是我的東西 你的東西是我的東西 我的東西是我的東西 這句是經常出現的 所以其實他表現到 就是他在漫畫裏面 經常說的說話 都會在這副皮膚牌裏面出現 這個也挺有趣的 其實我看見紀安這麼感激大紅 真的挺難得的 不過我記得當時買這副皮膚牌 紀安通常都是這樣的 我印象中他的紀念品 是有紀安和大紅的那件T 那件T就是這樣的設計 初出的時候有一個紀念品 另外紀安曾經英俊過 這是一個最有名的 關於紀安的故事 你不知最有名的那部份 如果這個是關於大紅最有名的那部份 這個是關於紀安最有名的部份 這個叫做潮夫之泉 潮夫之泉的故事 大家有沒有聽過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 就是你丟了銅斧頭 問你是否跌了金斧頭直銀斧頭 不是的我只是爛肚子頭 最後就用金斧頭給他 金斧頭給他 然後因為這個潮夫之泉 大家就得到一些甜頭 就是拿一些舊玩具 丟進去又會拿到新玩具 拿一個舊的盤頭手 丟進去又會有新的盤頭手 有些新的盤頭手 記安掉進去的時候 就說你掉進去的那個記安 是不是這個又乖巧 又帥仔又聰明又溫柔的記安 他說不是的 不是的 他很爛波 我記得人文是爛波 即是很亂來的 是很暴力的 你真是一個誠實的人 好吧這個英俊的記安就給了你 這個部分是關於記安最出名的故事 記安唱歌 另外記安唱片 還有他自己的賣票 自己說要逼他們買 好 多謝再見 我們今天就介紹完這兩副 好 還要麻煩你 我們幾分鐘一集 幾分鐘一集 我們還有四套日本的PAPA牌 很快跟大家介紹